我说句实在话哈 这边378的祝餐跟厦门158的原因真的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胖 今天我们去吃全太盐最贵的海鲜祝餐啊 已经到了 就在这边 赶紧给老板上一课去 录视频 哦好香啊闻着香味了 走看看菜品去 好香啊 好香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了一圈这边的食材 感觉还算比较中规中矩吧 先尝一下它这个小青龙的刺身 每个人限量一只的 青龙刺身沾点我的芥末酱油 大腰子哇烤羊腰子 还挺香的 你好咱们这有一整颗蒜吗 大蒜 大蒜有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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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个 好 我不用我不用吃 我 我 爽 大腰子 他这边的价位是378啊 带油的圆腰子啊 这种啊 他们家的烤肉非常的地道 非常正宗啊 但是海鲜的话 说实话啊 差点意思 来这个烤的羊肉串 这羊肉真好吃 实大实的羊肉啊 不是假羊肉 谢谢 一定要配大蒜 对 你看 我的鱼 我的鱼给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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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在不是沿海的城市吃海鲜的话 其实可以原谅的 但是他熟识做的是还不错的呢 这海鲜可能差点意思 品种也差点意思 你看这个牡丹虾 这牡丹虾就不会特别新鲜 你看到没 那头都黑掉了 一般这牡丹虾咱们拿来生吃的 现在咱们就不生吃了 直接煮了啊 这个是鸭腿啊 看这有没有食欲 我来个烤榴莲 我来个烤榴莲 嗯 嗯 太干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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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差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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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错啊 这个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看上去很精致是不是 这个叫秋葵虾 秋葵里边包的虾滑 好奇怪的口感 很嫩滑 这个是他们家的海鲜 就已经蒸好了那种 这个是螺丝虾 这个是皮皮虾 尝一下 来这边吃海鲜自助 肯定得吃一下海鲜 对不对 好嫩滑 我把虾耙子剥好了这么吃啊这样才爽 像如果烧378的价位哈在厦门的话真的各种海鲜都是活的哈哈哈哈 比方谢我也没看到啊毕竟太原它不是一个沿海城市呢吧这个方面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价格高了表定的啊378点贵 这个是牡丹虾啊 他来拿直接拿来煮的 因为这个牡丹虾不是特别新鲜如果拿来生吃的话怕对肠胃有点不好 还煮熟了吃吧 非常的清甜你知道吧 牡丹虾的口感就是比较清甜自带一种香气 我再去拿点 羊排啊 其实你别看说这边的价格有点高食材有点差什么之类的但是它的服务啊还有它的细节做的很到位你看这个汤这个乌鸡汤满满的全是料我的天 细节就很到位 细节就很到位 我这烤大虾 你要吗 可 烤了大虾啊 皮也别把他皮也照 皮 你看这个食材肉质就比较松散啊 但是细节还是可以的啊 原谅他不是一个沿海沿海的城市呢 全场最佳的生蚝来了这生蚝是真大了我去啊 比前两天吃的生蚝要大很多啊 实话实讲 这可能质量都不一样 好肥的感觉 嗯很肥啊我告诉你 哇 真腻了我去 嗯 哇 烫得我白一点生蚝 哈哈 好肥啊 哇 哇 这个是真大哦 真大哦 这个生蚝跟我们前几天吃的生蚝就不是一个档枝了 对对对 一口放不下的蚝肝 哈哈 鹅肝啊 铁板鹅肝 你看这个羊排 哇 哇 那个羊排超滑 嗯 这个法式羊排哈 他有种特点 就是奶香奶香的感觉 你知道吗 嗯 嗯 说实话 这个老虎蟹是真的 没肉 差的不是那么一点半点 这是尾巴 没肉 燥的 这个颜色不错啊 对 我看那牛肉不错 那晚 嗯 嗯 嗯 我先出去吃吃吃 我说句实在话 这边378的周餐跟厦门158的原因 真的 来牛肉啊 还是吃牛肉实在啊 我告诉你 这期视频要跟你们说再见了 喜欢大方视频的记得留言关注啊 我们下个视频见 这期视频上课失败 再见 拜拜